氣候逐漸回暖 台中武林農場的櫻花也陸續綻放 粉色花還綿延形成繽紛多彩的美景 目前武林農場內盛開的櫻花 大約是總數兩成左右 接近農曆年還會陸續開花 不少民眾已經搶在過年前 開車上山賞櫻 站在櫻花樹下拍照留念 今年武林農場的櫻花季 將在8號正式開始 持續到29號為期22天 因應賞英潮廠 廠方規劃一系列的輸運措施 包含廠內總量管制 在櫻花季期間 武林農場每天進場人數為6000人 包括住宿遊客1800人 以及一日遊遊客4200人 如果是團體遊客 則要先到武林農場的 預約平台登記 凭通行證進場 而在櫻花季期間 除了已經獲得武林農場 核發通行證的車輛之外 其餘車輛一律禁止進入武林農場 不過年節前可不只武林農場 櫻花盛開 南投鹿古香十馬公園 也有粉色櫻花綻放 從2012年開始 這裡連續12年 上演一年開兩次花的奇景 去年開完九月花之後 今年一月中又開出一月花 公園內盛開的花礦 已經達八成左右 還有來自國外的新人 特地來拍婚紗照 還有一些是我們台灣山蔭 十馬公園的櫻花 為什麼一年可以開兩次 除了氣候 土壤及生長環境 農業處研判 可能是日本引進的核金櫻 有部分人維持原生棲地的花旗 另一部分受本土山蔭花的花旗影響 才會出現一年開兩次花的 不一致性花礦 而各地櫻花逐漸放 也在過年前掀起一股閃花熱潮 華視宣傳宇局楊仲宇 周大祥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